你们既然看到在我手上的这张显示卡就是来自VC Game Maxi的RTX5060Ti GAMING OC 16GB GDDR7 而RTX5060Ti也是NVD5款面世的RTX50系列显卡 在我体验完这张显卡后这都标题所写的 它就是RTX3070Ti的灰图转身 你也可以说是RTX3070Ti的光追与DLSS加强版 又或是RTX3070Ti极致能效版 而究竟它的表现如何呢?话不多说 马上开始本次的RTX5060Ti显卡评测体验 RTX5060Ti采用的是GB206核心 核心面积为181平方毫米 和RTX5070的核心面积差距接近50% 甚至和上一代的RTX4060Ti几乎一样大 也为如此 它的规模和RTX4060Ti其实并没有特别大的差距 固大核心也只是稍微增加到了4608个 ROPS单元更是保持相同的48个 Tensor Core也是增加一点来到了144个 因此它的FT16运算性能也只是稍微提升到了23.7T Plus 和大哥5070的差距可谓不小 好在显存式更新到了全新的GDDR7 虽然还是停留在120bit未宽 但显存带宽上限是直接几乎翻倍来到了448GB每秒 看来5060Ti对比4060Ti的性能提升 更多还是依赖显存带宽的优势 搭配更高的频率来获得性能提升 这也意味着更高分辨率下和4060Ti的差距会更加的明显 另外这边我也发现到RTX5060Ti的这颗GB206核心 其实是一个完整的核心 查看了一下也发现到笔记本平台的RTX5070 Laptop 核心规格和桌面板RTX5060Ti完全相同 整个频率和功耗墙有所不同 这次来到的卫星MSI RTX5060Ti GAMING OOC 16GB GTDR7 采用的是双风扇的设计 并且整体体积都符合NV的SiPad规格 长度只有245mm 厚度也只有二槽多出一点点 这预测它非常适合ITX小型机箱的用户选择 卫星这次的RTX50C GAMING系列 也是全面升级的做工用料 搭配了两把全新的Stormflops风扇 采用的漆片纹纽弧形散业设计 提供更好的气流表现以及更低的噪音水平 散热规模采用了方形热管来增加散热底座的接触 并且采用了大面积的镀镍桶底进行导热 同时也使用了V型散热鳍片来增加气流的性能 于是同时也是使用了带有通风孔和导热片的金属加固背板 进一步的提升散热性能 最终在进行30分钟的Fullmark 2压力测试后 这张RTX5060 Type GAMING OC的整卡功耗来到了180W 核心平均温度只有63度 显存平均温度也只有60度 此时的风扇算数只有40% 1600RPU左右 散热表现可谓非常不错 另外全新的Zero Frozen技术也让显卡在低负载下 让显卡风扇自动停止运转而保持绝对静音 我试试过只要负载低于35% 就能让显卡风扇自动进入停止状态了 当然即便是高负载下 5060Ti的风扇噪音表现也还算不错 这里我也录制了显卡压力测试下的风扇噪音表现给各位参考 各位稍微简单介绍了这一招RTX5060Ti Gaming OC 接下来就正式进入到新的测试环节了 这里给各位简单介绍本次的测试平台 处理器是AMD Ryzen 7 9800X3D 主板是微星MS9B850MO的Wi-Fi排气泡 内存是OLED Black DDR5-6切C28套条 散热是VK瓦尔机里的B360 GT 其他相关的硬件我就列出在屏幕给各位做参考 首先是3DMark基准测试项目 5060Ti的跑分性能是基于4060Ti与4070之间 并且不论是DX11还是DX12的适次跑分 5060Ti基本都同等于3070Ti 唯独在Poro也关注于吸引能测试这里 5060Ti的确是甩开了3070Ti一踏截 除此之外对比4060Ti则是提升约22% 整个提升幅度还算是可以接受 但还是稍弱于4070一些 对比5070就更点说了 接着来看看游戏实测 测试采用了1080P和1440P两种分辨率 为何不测试4K2160P分辨率 这个我会在后面做补充 首先来看看三款网游的表现 在CS21080P分辨率进行创业工坊测试 5060Ti的表现和基础跑分时差不多 而介于4070与4060Ti之间 而是平3070Ti 切闻到1440P分辨率情况依旧相同 换了DOTA 2不论是1080P分辨率 还是1440P分辨率的情况和CS210基本相同 然后在绝地求生PUB剧里也是一样 而不论是1080P分辨率 还是1440P分辨率 5060Ti都是介于4060Ti与4070之间 接着来看看单机游戏的表现 首先在荒野大飘客2中 1080P分辨率下 5060Ti跑出了平均114帧的成绩 已经非常接近4070的平均119帧了 也稍微强于4060Ti和3070Ti 切闻到1440P分辨率后 4070则是反超了5060Ti 但4060Ti和5060Ti的差距进一步拉开 而在开启DOSA质量档后 情况依旧相同 接着是极限竞速低皮线5 1080P分辨率下 5060Ti跑出了148帧电竞级水平 但还是落于4070约5%和4060Ti的差距在21% 来到1440P分辨率情况依旧一样 然后是怪物猎人荒野 由于游戏本身压力较大 各款显卡的差异相对比较小 特别是在1440P分辨率 5060Ti甚至都无法稳定维持在平均60帧 在开启DOSA质量档后 才勉强跑到了72帧的水平 这里我也试试开启增生成功能 不晓得是不是驱动的bug 还是游戏本身的优化有吧 5060Ti开启增生层后的提升幅度非常有限 甚至只能打平4060Ti 显然是不太正常的 再来是黑神话悟空 不得不说黑猴的压力是真的大 即便是1080P分辨率 除了5070以外 无一例外都无法跑到平均60帧左右 来到了1440P分辨率更是如此 四款显卡均跑出了平均20-30帧左右的电影级帧数 难道这就是影视级画质的真正表现 即便是开启了DIX质量档 也就只有5070是能够满足平均60帧的 更别说开启光坠了 5060Ti又回到了30帧的电影级水平 即便是开启增生成功能 也只能勉强跑到51帧而已 表现还算不错 开启了DIX质量档后更是达到平均93帧 原本55开的3070Ti在这款游戏的表现 就明显不如5060Ti了 总算是和3070Ti有差异了 开启超级光追搭配DIX质量档 5060Ti依旧还能维持在57帧 这个表现还算是可以的 反观4060Ti和3070Ti都低于50帧 流畅度明显受到影响 所以后台湾也要来跑一跑RTS50系独家的多帧增生成功能了 5060Ti在开启4倍增生成功能后 已经能跑到162帧的成绩了 总算是做到了遥遥领先4070了 当然关于这个4倍增生成的可用性是否够高 并不是本次评测要讨论的内容 起码它给了你这个功能对吧 控制在匀生增力能稳定在45帧时 搭配3倍增生成功能应该是比较可用的状态 既能保留原本的手感 还能够让画面流畅度获得质变的提升 总结5060Ti的游戏性能表现 对比4060Ti提升约17%至20% 而对比4070则是稍弱约5%到8% 传统关刷化性能和3070Ti基本55Ki 但180WTdB和低发热是它比较大的特点 相较于4060Ti的160WTdB 在功耗增加约10%到12%左右 换取额外的17%至20%的性能 你要说能效有没有提升 有是有但非常少 但如果和3070Ti对比 几乎同等的光刷化性能 可功耗却只有3070Ti的60% 这样看似乎又觉得还可以了 而我开头说到为何不测4K2160P 你们就看看在1440P分辨率下 也就只能勉强做到画质全开 个别游戏比如《黑色化悟空》 以及《怪物猎人荒野》就更别说了 而特别是《黑色化悟空》 我实测了要在2160P分辨率 满足平均60帧的表现 那么只能使用高画质 并且搭配DLSS平衡档才能刚刚好满足 再来是游戏自带的Bashmark测试 而实测在第三章 你们懂的 因此我个人觉得5060Ti它并不是一个 适合作为4K高画质的显卡搭配选择 不过5060Ti其实还有一个大特点 那就是它非常能超 在不额外增加功耗强的前提下 我能做到额外超频400MHz核心频率 显存也能够额外增加1200MHz超频 最终Time Spy显卡得分提升到了17324分 对比默认提升超过了9% 在《赛博朋克2077》的实际游戏表现 也有8%的性能提升 考虑到这张显卡的散热足够 同时还是采用12伏2×6供电 再极限一点达到10%以上的性能提升 应该还是不难的 关于售价的部分 我目前还没得知这张MSI RTS5060Ti Gaming OC的价格 但NV给RTS5060Ti 16GB版本的光分定价为429美刀 折合价格我就写在屏幕上了 如果实际入手价如屏幕上的价格 且容易购买和不需要捆绑其他产品等恶心的体验 那么其实还算是可以接受 毕竟目前RTS4060Ti在售的价格都比这个还高一些 只不过我觉得还是别那么乐观好了 奉谢各位千万别冲动消费 因为这次的Sova测试时间有限 除了游戏以外的测试就没来得及去制作了 而之后有时间我倒是想制作一些关于RTS50系编解码的体验内容 到时候各位也能够期待一下 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所有内容了 非常感谢各位观众朋友们的收看与支持 也希望本期内容的节目会对你们有所帮助 喜欢这期影片的朋友也不妨点一个赞 觉得内容有用的新观众也不妨订阅我的频道 并开启旁边的小铃铛 那么今天的节目就到此为止了 我们下期影片再见